有时候一场比赛可以成就一个传奇,但是一个传奇的背后,总要有陪衬,都说红花要绿叶配,可花都是没有千日红的,更不用说那些历史级别的绿叶了。 当年麦蒂在火箭队的35秒13分的神迹,马斯队的布朗或许,就是因为那一场比赛,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当然和当事人的地位也有关系,有人说布朗算是替罪羊,最后一次进攻的失误之前,邓肯也送给了麦蒂一个3加1,但是没有人会责备邓肯,就好像1998年拉塞尔成为乔丹的背景之前,也没有人会责备马龙的大意识一样。 而当时马斯队的十分优势,在转瞬间剩下两分,波波维奇也无法改变,只能消耗掉最后的时间,那么再在当时如果麦蒂再投一个三分球,火箭就会神奇地翻盘,而且也只是用了35秒的时间,不管是波波维奇还是马斯,都不想成为这样的历史背景。 而在当时,马斯的后卫布朗运球到火箭半场,他自己也知道只要消耗掉最后5秒钟,马斯也能凭借两分的优势获胜,可惜的是举本还是不遂人怨。 当时布朗走神在底线脚下一罚,被手机眼快的麦蒂拿到球之后迅速杀向前场,并且完成了三分的投射绝杀了马斯,而布朗就此成为了马斯的罪人。 为什么说这个球改变了他的命运?因为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布朗成为笑柄,而在2005年布朗合同到期的时候,他实际上是一名受限制自由,球员,马斯是有权利匹配任何报价的。 没想到最终布朗和犹他爵士签订两年合同,马斯放走了布朗,而离开马斯之后的布朗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跌配琉璃,他先后辗转于黄蜂,骑士,黄蜂以及公牛队,5年内也只是赚了600万,整个生涯没有超过800万薪水,在马斯的第一年连10万都不到,最终布朗比较惨淡地离开了联盟。 现在回想起来,他的人生轨迹确实是从麦蒂的35秒13分开始改变的,如果当年马斯留下了布朗加以培养,这个马斯的23号球星,拥有的素质,绝对不会是在后来发展的那样,当然这可能也是布朗的宿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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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